本节目由天成移民留学独家特约播出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呢 就是比如说这个华人的这个中老年 就是和子女团聚来到这里的这些老人呢 平常呢可能他没有什么业余爱好啊 没有什么事情 很多人会觉得很无聊 特别无聊不知道怎么办 特别是对 那您从您的经验来讲 给他们有些什么好的建议 我来时间不长 但是我觉得我一点都不寂寞 首先新西兰有很多的社团组织 你说我是我是画画写字的 我就参加了至少六七个协会 有些我是蜻蜓点水的 就是有展览我就参加一下 有些呢我是具体要去干活的 这么六七个协会下来 我就觉得过得很充实 然后我的爱好打一些乒乓球 羽毛球 就有这么一个小圈子的朋友 然后就大家都约的一起去打 只要我愿意去 我随时都可以去 怕我忙不过来 新西兰有各个社区都有华人协会 这个华人协会也可能有三十个人 五十个人 大的有一两百个人 这个华人协会里面什么项目都有 比如说我是在欧连汉港教三水话 在帕库伦嘎教三水话 在牛宁那个华筑会教过书法 那么我知道还有这些社团里面 还有教太极拳的 有教教义务的 有教广场舞的 有教这个 甚至有人陪你打麻将 陪你跳教义务 这个陪你打牌 各个项目都有 就是你刚说的去学什么上什么课 这都是免费的吗 都免费的 都免费的 甚至我去欧连汉港 还有帮我理发的 也免费的吗 他就爱好理吧 然后一说了 他说你做做做 我给你理 一二三就被我剪了 就帮我剪干净了 而且剪得还不错 就说华人他有个 就是华人帮华人 大家都是兄弟朋友 你可以教我什么 我可以帮你什么 我二人有一个 在有一个群里面 有一个种菜的圈子 大家欲扬 互相交流 你有什么菜种 我有什么菜种 然后把菜种拿回家去 种 我这个冬瓜很好 这个冬瓜可以接十斤八斤 然后你那个冬瓜淘汰了 我给郝总给你 都这样交流 对 就是说在新西兰生活 我不知道其他国家的 华人的中老年 就是刚才所说的 跟家庭 周团聚的这些移民是怎么生活的 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 不是在我们的YouTube的视频频道里面 可以留下你的感受 新西兰确实是在这方面 其实是业余生活是很丰富多彩的 而且这个群体刚才说的 形成了一个华人的群体 在方方面面 除了种菜 其实刚才您所说的 你还去教画画 教写字等等 都是非常多的 业余生活可以说是非常丰富多彩 那么就是说 我们自己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 去接受这些东西 包括您所说到的 在公园里面遇到KV的羊人朋友 主动跟他打个招呼 你学了两句三句英文 没关系 可以跟他去讲 他也愿意 他有时候你还可以教他两句中文 他还很愿意 对 那这些方面 其实跟我们个人的心态有关系 要有这个想法 首先要不要大胆 比如说我 我遇见我那个羊人朋友 然后今天我准备跟他讲一句这样的话 他老远跟我打招呼 我赶快把我本子掏出来 今天我准备讲个天气 我准备这句话怎么说 想好了以后 到他面前我就赶快把它说 说了以后 因为我们上的年纪 确实记忆能力差了 记忆差了 那就越是记忆差 就越需要不断的重复 不断去用它 那么有人愿羊人跟你交流 是个好事 对 那么我们就大胆跟他交流 说错了 不要紧 因为他很友好的跟你交流 他不在乎你说错 那当然 他在乎是你 你也不理他 他也不理你 大家都冷冰冰的 其实他觉得就没有情趣了 对 他看见一个 知道你是Tranese 他主动跟你打招呼 他就愿意跟你接近 说不准 说不好 不要紧 愿说是最主要的 对 我记得有人说 说这个学英文 一个单词 如果你重复到一千次的时候 这个单词就是你的 就会在你的脑子里 直接就跳出来了 对 所以语言也是个重复的过程 所以能够学一些基本的 就像您刚才 我觉得你特别好 就是一些简单的 一些特别基本的 很多一些语言 你是学会了的 你是会讲的 所以你问路等等 你就不怕 我记得我们这里 坐公共汽车 上车和下车 都是要跟司机打招呼的 对 这点一定要打招呼 因为人家都打招呼的 你自己就闷得头就下去 你觉得人家会觉得 你很没素质 对不对 所以人家打招呼 自己还要主动打招呼 那么打招呼 你实际上也在重复一句英语 对 是吧 我就记得 我有一个朋友就说 他就有一天听到 我说一句英语 他就突然 因为他的丈夫是洋人 他听到我说了一句英语 他说你这句英语 好像说得很正确 我觉得我得到表扬 我很高兴的 是 其实语言也是在 这个生活过程中 慢慢慢慢你就积累 就学会了 最多用的那些 你就慢慢慢慢就学会了 对 我觉得经常要感谢别人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您在生活在新西兰的三年当中 那么你对你将来的生活有什么憧憬吗 有什么规划吗 规划还是有的 我想第一个新西兰是一个很好的养老的地方 但是我又想趁着我现在腿脚还好 也可能疫情结束以后就到处走一走 国内还有很多地方没走 这个美国 欧洲 什么俄罗斯还没走 可能还要去走一走 到了再走不怎么走得动了 然后再过来养老 这个既然拿了永久回头签 享受这里的社会福利也算是新西兰给我们这些华人的一份礼物 感谢我的儿子为新西兰做了贡献 感谢我的儿媳妇 还有以后我的孙子孙女为建设新西兰做贡献 我占他们的光了 我占这个 你培养了他们 他们为新西兰做了贡献 我们好好的享受新西兰给予我们的福利 我们也为新西兰的这个优美的环境去爱护它 去维护它 去华人 做好华人应该 比如说我们的文化融合 我们的孟林友好 文化传承 弘扬 出一点点我们的力 比如说有一些 我最近还参加有一个社团组织的给一个 就是残疾儿童 一个义卖活动 他需要增进美式作品 我就觉得我可以捐我的作品 只要这个作品卖出去 钱就捐给这个残疾儿童医院 这也算是我们发挥自己的疑己之常 为新西兰社会做点贡献 确实是 在这方面 我觉得新西兰的各个社会的各个方面 都有非常好的一个体制 一个制度 刚才你说的儿童医院 它也是需要能够 虽然它是个公立医院 但是如果我们社会的人士能够付出一份爱心 会帮助到更多的人 包括我们Sanjong的救护车系统 如果说也有华人捐一辆汽车给他们 就是捐一辆救护车给他们等等 这些都是有的 当然了在我们在这生活 首先父母自己 就是老人家自己要生活得好 有人说其实老人对子女最大的帮助是什么呢 就是老人获得开心 自在 精彩 对子女是最大的帮助 对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老人在这里生活 不能把中国那种习惯带来 要尊重儿女对生活的选择 既然我儿子 儿媳妇就觉得 其实你们办出去住有好处 对你们 接触这个社会有好处 对我们培养孙子孙女 他们来培养儿女有好处 我觉得 现在我一年独立生活 我觉得很好 久不久他们来看我 久不久我们去看他 然后我有更充裕的时间 去做我自己的事情 我很开心 对 你刚才讲到了 你是从搬出来住 你刚搬出来住的那头一两个月 会不会觉得很困难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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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什么呢 我邻居给我送鱼 邻居去钓了鱼 隔着那个围墙 邻居是 是个毛岛人 对 然后我跟房东关系很好 我还画画送给他 然后他高兴他买的鱼送鱼给我 我前面住了五个姑娘 那五个姑娘也跟我关系 我们很融洽 年轻人 很融洽 有时候我们因为我二人种菜 有很多菜我们又送菜给他们吃 他们也很高兴 大家生活中就很融洽 也就是一种邻地关系 也是要去种 当然了我觉得跟你的个性有关 因为特别的开朗 特别的开朗 喜欢交往 这也是非常至关重要的 邻地之间的关系 这个也是非常好的 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生活在新西兰的老年人 就是中老年人 跟子女团聚来的这些 能够幸福快乐地在这里健康生活 也非常的谢谢刘老师 因为刘老师来了这里生活这么久 也有很多的故事讲 但是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 就到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 非常谢谢刘老师 谢谢您 也谢谢您给我这么一个机会 向大家介绍我在新西兰的生活 对 谢谢您 谢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 谢谢 再见 观众 再见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